很高興看到大家喔 雖然我看不見大家 你們大家看得見我 很高興看到大家 應該說是大家很高興看到我嗎 哈囉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們YOYO STORY聽故事的時間 今天非常的特別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終於見面了 雖然我看不到你們 但是我超開心的耶 我們今天呢 要來分享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從哪裡來呢 就是我剛剛拿的這個 因為呢有幾個小朋友跟我說 他還想要聽裡面其他的故事 可不可以呢YOYO 我想聽其他故事 所以呢我們今天 要來分享軍委上小學一 一年級先是多 裡面其中一個故事喔 作者是王淑芬 惠者是賴馬 小朋友記得我前 前面有分享到什麼 唱國歌的對不對 還有 還有什麼你們記得嗎 還有 波波波摸摸摸摸摸的 注音符號 波波摸摸摸 對不對 以前有人這樣子念 很好玩 那軍委上小學 這一系列的書呢 我個人真的覺得非常有趣 那也有聽一些爸爸媽媽 跟小朋友跟我分享說 他們已經全部都買來看了 哇我好羨慕 因為呢 我現在目前只有三本 然後我還要去搜集另外的三本 沒關係 我們今天先來分享一年級先是多 其中一個故事 你們猜是什麼故事 猜得到嗎 因為很多 可能猜不到 猜到就太厲害了 今天呢 我們要分享一個故事 是這樣子的 這是什麼 在學校會做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 睡午覺 沒錯 睡午覺 你知道睡午覺的英文怎麼說嗎 小朋友 午覺的英文叫做 Nap Nap 好 你要記得唸喔 不是只有我唸喔 小朋友要跟我說一次 Nap 對 很好 Nap就是睡午覺喔 你要去小睡一下 叫做 take a nap take a nap 好 我們現在不要take a nap 不能聽我故事聽到睡著 好嗎 那我們現在來講這故事囉 小朋友 哇今天真的超特別的 跟大家面對面來分享 午睡時間 上全天課的那天 最傷腦筋的是 吃過飯以後 一定要趴在桌子上睡覺 或是 有些人可以躺在地上睡覺 打鐘以後 老師說 現在通通趴在桌上 睡不著沒關係 閉上眼睛休息 睡午覺對身體很好 等於吃一顆雞蛋啊 睡午覺跟雞蛋 居然還有這麼大的關係啊 張君伟心裡在想 真是神奇 嗯 可是我剛剛 已經吃過一顆雞蛋了啦 老師 大家都很乖的 密上眼睛了 老師也趴在桌上睡覺 李靖和我面對面趴著 我們其實睡不著 所以就在桌子底下 偷偷地玩超人拳 都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玩 王婷的視力也太好了 王婷是張君伟的一個同學 馬上就發現我們在玩 他立刻把我們兩個人的座號 寄在黑板上 真是的 我們又沒有出聲吵別人 欸 我的簡訊吵到別人了 下次應該選近視眼的人當班長 我翻過來又轉過去 就是沒辦法睡著 只好一直看著窗外 正巧看到校長走過去 我嚇得趕快眼睛閉上 忽然 遠遠的傳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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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大家全部都坐起來了 開心地說 欸 有火災 有火災 是消防車 是消防車 老師被我們吵醒了 不高興地說 人家失火 你們高興什麼啊 繼續睡 原來大家都跟我一樣沒睡著 時間過得真慢 我一直看著窗外 心裡從一數到一百 再從一百數到一 也不知過了多久 才迷迷糊糊的睡著了 突然聽到老師喊 上課了 還睡 我起來揉揉眼睛 看到桌上流了一大灘什麼 對了 小朋友 口水啊 趕快用什麼 擦掉 用袖子擦掉 用袖子擦掉 哇 全班幾乎都有一半的人 還趴在那邊睡覺耶 叫不起來耶 老師探口氣說 剛才催了半天 不睡 現在要上課了才睡 真啊 你們沒辦法耶 喔 小朋友你們有這樣的經驗嗎 是不是都已經等到快要打鐘 要起床了 才睡著 然後呢 才在想說 早知道剛剛早點睡了 好累喔 想要再繼續睡喔 有嗎 有這樣子嗎 因為悠悠以前就是這樣子喔 悠悠以前呢 睡午覺的時候都不好好睡 再跟同學一樣啊 玩 玩那個 玩什麼 超人權利 我以前也有玩啊 然後 跟同學聊天啊 我跟你說啊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還不敢太大膽 我們都要低到下面去講有沒有 都要這樣子 就要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呢 聊到後來這其實很累了 才睡著 睡著之後才發現 叮咚 當 開始又打鐘了 又要起床 所以呢 就非常的累 那我建議小朋友 還是要睡午覺 還是要讓眼睛休息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休息啊 你這樣睡覺的時候 什麼東西 在休息 你的人 有哪個地方也在休息 對 就是你的大腦也在休息 所以呢 有人說 當你每一天 睡 一下午覺 睡一下下 不用睡太久 睡一下午覺 補個眠 你的腦 你的腦呢 會更靈活 你會吸收更多東西 所以當你下午的時候上課 你如果在午睡有睡覺 欸你下午上課就很有精神 老師說什麼 你都會聽得很清楚 上課就可以很專心 那也有人 也有一個報導指出喔 說睡午覺的人呢 是比較聰明的 你相信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悠悠可能要來看一下自己 上次有寫一個小指條 因為之前我去學校分享 然後我有上網查了一下 為什麼要睡午覺 那他說睡午覺 小朋友那不然你告訴我好了 你覺得睡午覺有什麼幫助 我之前去小學一年級的班級分享的時候 那些小朋友好聰明喔 他們說 睡午覺可以讓身體更健康 有人說 睡午覺可以讓頭腦休息變得更聰明 我說完下一年級小朋友這麼厲害喔 然後還有人說 睡午覺可以 可以 可以 他就一直可以 我說嗯嗯嗯 你說你說 可以 可以 排便 啊 可以排便 喔 我說我懂你的意思了 因為當你睡午覺的時候 你身體是放鬆的 放鬆 因為有些人很緊張的時候 是不是排便排不出來 所以當你可能很放鬆的時候 呃 你可能 身體的神經阿就會放鬆 那就會幫助你更容易排便 是這樣嗎 我就問他說對 我說這樣可能也挺有道理的喔 那當我去查的時候 他說呢 呃 有大學做研究指出齁 當你睡午覺你可以改善心情 降低人體的緊張度 就降低緊張度 然後呢 可以減緩壓力 緩解壓力 然後呢 讓大腦更聰明 智力發展得更完善 因為當你休息 你的大腦才有辦法休息 你才有辦法 記更多的東西 讓你的大腦更靈活 對不對小朋友 所以要不要睡午覺呢 要睡午覺 那有人說 走吧 悠悠我睡不著 我就是睡不著啊 怎麼辦 跟自己說晚安 這個故事裡面就教你 怎麼樣跟自己的身體感謝 然後跟他說晚安 跟他說放鬆 然後你慢慢的就會慢慢放鬆 慢慢的想睡覺了 好 現在就要教你們怎麼放鬆喔 睡覺前呢 你可以躺在床上 然後呢 你可以先從你的腳趾頭 還有你的腳開始 你先感謝他說 我的腳啊 我的腳趾頭 我的小腿 我的大腿 我感謝你 謝謝你今天讓我走好多的路 謝謝你讓我今天跑步 謝謝你喔 你現在要放鬆喔 放鬆 然後謝謝我的屁股 謝謝我的屁屁 讓我今天可以坐在椅子上面 讓我可以扭動我的屁股 讓我可以坐著 我感謝你 請你放鬆 謝謝我的肚子 謝謝你今天讓我裝了好多好多的食物喔 讓我今天能夠吃得飽飽的 也吃得很很健康 謝謝你幫我吸收 謝謝你幫我消化 然後謝謝我的胸口 謝謝我的肺 謝謝你讓我今天很很呼吸得很順利 讓我吸到新鮮的空氣 讓我可以說出話來 讓我可以有氣息 謝謝你我的肺 你要休息囉 然後謝謝我的手 謝謝我的手 讓我可以寫字 讓我可以丟球 讓我可以揮手 讓我可以握筆 謝謝我的手 辛苦了 趕快休息囉 謝謝 然後謝謝我的脖子 我的脖子 謝謝你 撐住我的頭 也謝謝你 讓我很多食物 從我的食道進來 空氣從我的氣管進來 謝謝你喔 放鬆 然後謝謝我的頭 謝謝我的頭 謝謝你 謝謝我的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眉毛 全部的肌肉 謝謝你們 讓我今天可以思考 讓我吃東西 讓我聞到東西 讓我看見東西 讓我聽見 你現在可以休息囉 謝謝你囉 通常講到這個時候 我也快睡著了 小朋友 所以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睡午覺的時候 好 你就可以趴在那邊 然後慢慢的跟自己的 身體說謝謝 或是你晚上睡覺 睡不著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覺得這個方法怎麼樣呢 不錯喔 你今天晚上可以試試看 好嗎 所以我們今天故事 就講到這裡囉 小朋友 你記得我們今天 教的英文單字 午睡 怎麼說嗎 喔 對 午睡就是NAP 那有人說 我午睡一下 我小睡一下 的英文怎麼說呢 take a nap take a nap 好吧 小朋友去take a nap嗎 我也要去take a nap 拜拜 YoyoStory 聽故事 不知道 下一次會怎麼見面喔 拜拜